別讓我跳呀你 別讓我跳呀我跳呀 我跳呀 好啊 高雲 哎 公主 住手 住手住手 幹嗎 姑娘你們是吧 你說你們這麼多人欺負一個人啊 這叫放房 你是誰啊 你殺老公是不是 我告訴你這女人不要臉 勾引我老公就要打死他 打打 行了 我只是過路的 我就是看不慣你們這個樣子 不是大姐 差不多得了 你們打也打了是不是 對不對啊 不是 不撐住了 小儀見你一次管你一次一個 讓開 對呀 我一大早就被人欺負 哪個那麼大膽啊 敢碰我的女人 我說了你敢為我做主嗎 說吧 我都弄死的 就是你那個黃臉婆 像個瘋子一樣 追著我打 啊 他怎麼知道 怎麼 難道你還怕他不成 我不是怕他 我是怕 哎呀我是怕 哎呀 我就知道 會這樣 哎 姑娘你幹什麼呀 你趕緊下了趕緊下了 哎你不要這麼想吧開行吧 我付出了我全部 可能就這樣對我 你說我怎麼想得開 就是 感情上出了點問題嗎 沒什麼大不了 也沒到 無法挽回的餘地吧 你不知道 我是一個孤兒 從小就被爸媽拋棄了 現在又被男朋友拋棄 啊 那你現在在哪上班呢 子座交了這個男朋友 我就沒上班 我現在真的無路可去了 那你老家在哪 老家 我一個孤兒 哪裡有老家 我看要不然這樣 這兩天呢 你到我家這處兩天 反正我家裡還有一間空房間 你看你滿身都是傷的 出現也不方便 就不好吧 曹春琪因為介入別人的家庭 成了當街被打的小三 幸好劉虹即時出現 兩個世界的人就這樣交織在一起 善良的劉虹 對曹春琪的解釋深信不疑 提出讓其到自己家中休養 而曹春琪也因為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被曝光 也想暫時逃離那個圈子 於是他答應搬到了劉虹家 但是他真的太好 如果是一個人 我想想想要把 vocal 電影 他想想想 看你 批評 你到底做什麼 這是什麼 他什麼 公司 他今天叫他 這叫我 我 是我這個幫你 給他送快點回來 可能這段時間 要暫時出來就給你家裡 哦 哎呀媽你這是幹啥呀 你看 你坐吧哦對對對快快快進來坐 來來來 哎 瞬間你先坐一會啊 我去給你倒杯水 啊不用了 真不用了 哎姑娘你笑給平衡啊 哎你不用了 應該是我笑給你吃才對 哎呀 瞧瞧 多懂事的孩子 哎姑娘 你多大了是哪兒人呢 我二十八歲 是風度縣人殺震人 有男朋友嗎 媽 你是客人你怎麼像小飯一樣 來最近 喝 呦姑娘 你哪兒不舒服吧 哎要不上午裡躺會吧 就是躺會去吧哎走吧 謝謝 謝謝 兒子慢點啊 你記一下劉哥 給我來做彩票呗十塊錢的 小梁來了哎行瞬間 嗯把小梁打著彩片 啊行好的 呦 劉哥 這你女朋友吧 不錯嘛 有眼光 我說你這上哪兒去找那麼均衣 媳婦啊給我也找一個唄 瞎說八道什麼呀 他是我一個朋友 這兩天呢暫時住我們 得得得 你呀就別在這此地無印三百兩了啊 這錢啊 我就給老闆娘了啊 記得請我喝喜酒 謝啊 什麼呀 什麼事啊 哎呀做好了啊 兒子 你跟媽說老實話 什麼時候認識的 嗯 怎麼不早告訴媽呀 是不是想給媽一個驚喜呀 哎呀媽 你怎麼跟年輕人一樣啊啊 這麼八卦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我是你媽 我還不了解你呀 你是那種隨便領女孩子回來住的人嗎 哎呀行啊 你別騙媽了啊 那這不是好事嗎 哎呀 這下可好了 我們家 終於有兒媳婦了 哎呀媽 你小人 別人家聽見了 你不是我的傻人子 你終於開窍了 媽你看 人家又年輕又漂亮 怎麼可能看上我呀 怎麼可能看上我呀 我能給他什麼呀 我什麼都給不了 人家能跟我做朋友不嫌棄我 我已經很開心了 再說了 感情這事 碰得勉強 你 那你什麼時候給媽帶個兒媳婦回來啊 你看你 都三十出頭了 你一不著急 媽還著急呢 媽 您就別著急了 有句老話不是說了吧 大丈夫 何況無情 大豆腐呢 啊哥這這麼好的姑娘你不要 你還準備另外找啊 哎呀行兒子 你就好好給他說說吧 讓他給你做媳婦行嗎 就說說吧 我倒是想 別人願不願意 啊 啊 直接是啊 啊 找什麼去看看啊 啊 哎呦春齊怎麼了怎麼了啊 我肚子痛啊 哎呦 兒子快送醫院呢 啊好好好 春齊慢點慢點 別擔心哈兒子 哎兒子 你春齊好啊你一定要向他求婚 哎呀行哦 你就試試吧 春齊是個好姑娘 你一定要試試啊聽媽的 春齊你醒了 可不可 我就給你倒杯水了 媽 嗯 你先是救我 不是照顧我 你跟阿姨 為我忙前忙後的 你們對我真的太好了 謝謝 你這麼客氣幹什麼呀 你說你一個人再重情 也不容易 要是 要是你不介意的話 哎 往那就是你的家了 你別生氣啊 你說我的嘴巴 我說什麼玩意兒 我沒生氣 我報答你還來不及呢 哎媽什麼事啊我都睡覺了 姊哥 是我 春齊 啊 啊 這麼晚了 你有什麼事 劉哥 我之前說過 我要報答你 我要報答你 可是 我一無所有 所以我決定了 我要以聲相許 報答你的救命之恩 你 你是幹什麼 其實 有一句話 早就想跟你說了 當我 見到你第一面的時候 我就喜歡上你了 你 其實你的心意我早就看出來了 但是 你知道我的背景嗎 我都過去很複雜 那天發生的事 你也看見了 我不管你以前是什麼背景 也不在乎 以前 你記了些什麼東西 我喜歡的 只是現在的你 如果你願意嫁給我 我會給你一輩子幸福 這個是你說的 以後這裡就是我的家了 曹春奇經過這系列變故 知道他在那個所謂的圈子 民生已經太爛 沒有人會再接受自己 他現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趁自己還年輕 趕緊找一個對自己 八心八肝的男人嫁了 通過對劉洪的了解 他覺得這男人 雖然樣貌差了些 但人善良 對自己也好 就連劉洪的母親對自己 也像親媽一樣 於是願意和劉洪好 不久兩人便低調結婚了 呦 李婶買菜啊 是啊 劉媽 劉媽 聽說你兒子 娶了一個漂亮媳婦做老婆啊 可不是嗎 在我們小區看你們家喜悟回來 那可叫俊強 想不到劉洪運氣這麼好 劉媽 夫妻好啊 哎 什麼叫劉洪運氣好啊 我媳婦啊 她可是個好姑娘 他們倆這叫郎才女貌 這說明什麼呀 說明我兒子有魅力唄 哎呀 劉媽 自己買了個圍巾呢 好漂亮喲 嗨 我都多大年紀了 我要戴上這個不成了老妖精了嗎 我這是給我媳婦買的 呦沒看出來呀 平時對自己可沒這樣大方啊 聽說你媳婦看個電視 你都還得給她準備零食呀 聽誰說的呀 這看電視我也愛吃零食啊 再說那碗喜不喜有那麼重要嗎 哎好了我不跟你們聊了 我先走了啊 看她的德性 嗯哼 你叫做娶了一個漂亮媳婦嗎 又死 有什麼了不起的 真看不中用 哼 老陽 你就出來陪人家看電影啊 來嗎來嗎 怎麼 怕你家那位生氣啊 我先不跟你說了啊 吞喜 莉莉 你怎麼來了 真是你呀 我還以為我眼花看錯了呢 我就說最近 我們都去酒吧玩 楊總王總都在 跟你偏不來 原來是自己做上生意了呀 哈哈哈 哎老實交代 這個店 是哪個老闆給你買的呀 你別開玩笑了 這是我老公和他媽一塊開的 只是來幫忙呢 你結婚了呀 領證了還沒辦呢 哎呦春喜你瘋了吧 你就把自己困在這麼一個小破店裡面 你要是有什麼困難你可以找我呀 就算是你之前在老王那受委屈了 我也可以讓我們老陽再給你找一個呀 哎行了 小聲點 我也被我婆婆給添加了那就不好 你是不知道上三老公是怎麼羞辱 而且我今月了他一個電話都沒給我打 姐 那事你也得替老王著想呀 人家畢竟有家事 你是個做小的 肯定是要回去安抚一下老公才能過來看你啊 哎好了我喝瓶水啊 你要過來 你過來 哎坐過來 你坐下媽有事給你說 什麼事 你知不知道你媳婦身上的傷是怎麼來的 他以前跟別人做過情人 被人給教訓的 你說 這事要是讓李婶他們知道 他會怎麼看我們家呀 這麼不光彩的事情 你讓我這張老臉往那兒割呀 媽 誰告訴你的 我親耳聽見的 今天朝駿駛的朋友到店裡去找他 我說兒子啊 像這種女人 我是絕對不允許他當我們留家的兒媳婦的 媽告訴你 提這事我知道了 神奇他會告訴你 你知道 你知道你還 行了我不管他以前怎麼樣 我只知道現在我和他很幸運 你想想 他能嫁給我做我的老婆 已經是我做夢都想不到的事 咱們能不能把眼光放遠一點 等到他以後 給你生一個大晃孫子 那你就知道他的好了 哎呀我說兒子 這種女人咱們不能碰 哎呀行了媽 你就別瞎攪和了 你的思想能不能不要這麼守舊啊 反正我是不會跟他離婚的 哎我說兒子 你怎麼這麼不知道好歹呀 你要是不聽媽的 你將來會用你的褲刀吃 哎呀將來將來 將來的事誰知道 行 我還有事呢我去忙 兒子 兒子 劉虹母親本來對漂亮兒媳 曹春琪疼愛有加 但是自從知道兒媳不光彩的過往 劉母心裡有了疙瘩 兩人的相處不再如從前 曹春琪感受到婆婆對自己的冷遇 甚至對於丈夫劉虹也開始有了反感 怎麼了老婆 這麼晚了 還沒睡 睡不著 什麼事睡不著 你沒發現嗎 你媽對我的態度越來越不好了 沒什麼呀 你可能是最近小妹不是聲音不好 媽她一著急去上火 連我也著急 你別安慰我了 肯定有事 哎呀能有什麼事了 啊對了 你前兩天 我媽她跟我談起抱孫子的事 但是我問問你 肚子裡面 有沒有動靜呢 那你怎麼說的 我說那稱讚奴隸唄 行 你呢也別想太多了啊 我想呢 媽她肯定是想抱孫子 想得上火了 到時候讓她抱著孫子 她笑還來不及呢 萬一華兒的孩子還是不喜歡 你發現 我告訴你啊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會永遠喜歡你的 說的真的 當然是真的了 這還差不多 你別碰我加菜我減肥呢 這麼瘦還減肥啊 能跟我生個大胖孫子嗎 媽 我告訴你 從現在開始 你又在家安安心心的準備生孩子 別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鬼混 媽 你說什麼呢 我說什麼你自己清楚 媽家最近到底怎麼了我哪招惹他 哎你跟我說清楚 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吧 那天你和那個莉莉聊天 你把碰巧 那 他聽到什麼了 他就是什麼都聽見了 所以才弄生氣了 反正你別放在心上 反正我也跟他解釋 過段時間就會好 吃飽 哎呦春希啊 你以前多愛泡溫泉呀 我這次約你那麼久你才出來 你真要和我斷交啊 哎呀我這不也是沒辦法嗎 忙著生孩子呢 怎麼 這麼久了 還沒動靜啊 別提了 沒呢 算了算了說正事啊 嗯 我有一個新項目想找人投資 願不願意來呀 投資嗯 我家老楊給我開了個美容院 我一個人做挺沒意思的 要不要一起啊年底分紅 那入股得多少錢 不多 也就五十萬 五十萬還不多啊 五十萬算多嗎 春希 你怎麼越活越慫了呀 你要不行我找別人了啊 哎哎哎別啊 我回頭跟我婆婆收拾 嗯等你消息啊 好好泡泡你看看你這皮膚 哇我來幫你吧 哎呀不用 什麼事說吧 媽是這樣的 我有個朋友呢開了個美容院 生意也特別的好 所以我想跟他入股一塊幹 這樣也可以幫家裡減輕負擔嘛 這好啊 你能這麼想還算你有名氣 媽 這個入股呢 是需要一些資金 我所讀上也沒有那麼多餘的錢 你看家裡的財政大權都是你在掌管 所以 需要多少 五十萬 什麼 你就是把我賣了也沒有五十萬 你瘋了吧你 什麼高屁美容院呢 我看都不靠譜 你呀還是踏踏實實跟劉洪守好店 好好在家準備給我生個孫子 哦對了 明天你給我去趟醫院 我有個朋友是婦產的醫生 我讓他親自給你瞧瞧 春起啊你在這兒等我 我去拿你的體檢報告找醫生 啊 醫生 醫生 我兒媳婦沒什麼毛病吧 病人的子宮臂太薄了 不建議再做刮工手術 我現在呢 給你開一些要回去給他吃 慢慢調理 以後懷孕呢還是有希望的 什麼叫不再做了呀 哎醫生 你是說 之前因為流產造成的 但是也不要灰心 還是有希望的 曹春起啊 曹春起 我看你回去怎麼給我兒子解釋 你自己問他 你自己問他 今天陪我去醫院做檢查 醫生說我身體太差了 懷孕可能 你也不敢說呀 說呀 我來說 醫生說他流產次數太多 懷不上了 這下可好 我們老劉嘉從此絕後了 不可能吧 陳姐 媽說的是真的 你給劉鴻解釋吧 我沒空在這給你耗著 哎媽你去哪啊 小妹 老公 那個 醫生 不是說我懷不上 所以我調理好身體 一樣是可以的 這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 是我以前讀書的時候太不懂事兒了 當時交了一個男朋友 我沒有懂得保護好自己 我也不知道事情會變成這樣啊 是我對不起你們的劉鴻 可是醫生說了 只要我能夠好好調理身體 我不是沒有懷孕的可能 我畢竟還年輕啊 我畢竟還年輕啊 此不過 你要是嫌棄我的話 那我話可說 明天 咱們去明正去 辦理離婚手續吧 我知道了嗎 這呢 不是你的錯 錯的是你 我懂得珍惜一點點 想這件呢 你就別多想了 媽說的話呀 你也別放在心上 哎我告訴你 以後呢 再想 媽 對啊 今天賺的錢 比春季在就是不一樣 今天呢 開始賣出去過少東西 嗯運氣而已唄 你們收到價錢了 你們收到價錢了 什麼 假錢 不可能吧 你自己看 真是假錢 好不好 看看 這些人怎麼這麼缺德啊 咱們不是有驗鈔機的嗎 客人給你錢 你沒往裡面驗驗的 沒有啊 哎我說你怎麼這麼大意啊 那個燕超機是擺設了呀 這也不能全怪我呀 誰叫劉洪不在店裡邊讓個監控 你說的什麼話 這能怪我兒子嗎 哎我說曹春季 你講點道理好不好 明明是你自己的錯 你非把責任推到我兒子頭上 啊 你光有一副空皮囊有什麼用啊 有本事你給我生個孫子啊你 哎你說話也太過分了吧 我這只是就事論事啊 你 你 你能幹什麼你就知道完蛋了啊 哎媽 哎媽哎媽啊 坐坐 你別生氣嘛對吧 你也是少說兩句 本來你就知道媽的心臟不好 行了你們都別吵了 都是我的作型了吧 你看看你媳婦啊 本事建長 早晚得把我氣死 你什麼東西啊你 你你你你有本事你別回來你 別生氣了啊 雲琪啊 上次跟你說那個投資的事 你給我怎麼說啊 別聽 我一說就被他拒絕了 現在一回家 就行 誰讓你那麼草率的就結婚了 還不告訴我 那你老公什麼態度啊 他那是他媽 他能說什麼呀 我現在真的也後悔了 不應該結婚那麼早 唉你這心就煩 那還能怎麼著 難不成離婚啊 哎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聊了 要實在勾不下去你就離婚吧 我們家老楊故意在門口等我了 我得先走了啊 哎哎 你這傢伙是不是也太重色親友了 啊明知道我心情不好 也多不多陪陪我 哼 好 我下次請你做死吧 怎麼樣 先走了 微信聯繫啊 嗯 嘿嘿 你啊 李洋一個光粗八蛋 敢問我大聲的女人 贏 站住 這胡瓜的跑哪去了 去哪邊行 有誰啊你 你大陸有幾個壞人追我 我求求你千萬別說我在這 我求求你了啊我求求你了拜託 哎美麗 看見一個男的從這經過嗎 沒有啊 啊我好像是看到有個男的往那邊跑了 趕緊起來吧他走了 你這幹嘛呀他為什麼追你啊 啊那個 那個 我爸 讓我娶一個女的 我不幹 還要叫這幫人把我逮回去 還有這樣的事啊 是啊 情動 美女 你長得好漂亮 你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曹春齊 曹春齊 春齊 春天的沙騎馬 哈哈哈好吃 我叫李楊 今天謝謝你了 呃我我我先走了 咱們以後有緣再見啊 拜拜再見 我讓你買的老母雞你買了嗎 沒有啊 你沒說要買啊 我又不是保姆 怎麼可能蹄子動那麼多東西嗎 哎我怎麼沒說呀 哎就算我沒說你也應該想得到啊 他早就說過啊 動個母雞湯給你伯伯身子 這麼長時間了你也沒個動靜 我還不是為你也好啊 真是好心當成女肝肺 哎呀不就我跟母雞嘛 我現在去買回來就行了 行了 別裝了 怕花錢早說呀 跟我提母雞 我看啊 連母雞都不如 這母雞還能下個蛋 哎你出了吃喝玩樂 你還能幹啥呀 哎 你怎麼能這麼說呢 我還沒說你兒子呢 要什麼什麼都沒有 我嫁到你們家 不是圖你們家什麼 是因為你們當初救了我 我是為了報恩 有本事就別回來啊 啊誰稀罕你 上門新 是都是我的錯 你媽一點錯都沒有 我現在就去超市 給他買支老母雞 向他賠不是行了吧 哎哎 美女啊 哎 你不就是那個 春天的沙騎馬嗎 我我李陽啊 是你啊 這麼巧啊 怎麼那天在泳池 你你幹嘛去啊 我買菜去啊 買菜 你你這麼漂亮的女孩 去買菜啊 沒辦法 我那個婆婆太難伺候了 說句實話 我要有你這麼漂亮的老婆 我天天供著你 我找傭人伺候你 是不是 你真好 哎要不你嫁給我得了 雖然我是開個小寶寶公司的 但是請個傭人照顧你 那也是沒問題的 開個玩笑 哈哈 要不請你吃飯吧 吃飯 你想那天你都救了我了 我還沒機會謝謝你呢 我車就在前面走吧 這 哎呀就當交個朋友嗎 沙騎馬好吃 哈哈哈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 以後你就跟我吧 我倆就到此為止吧 以後不要再見面了 你說的什麼話呀 一日夫妻還百日恩呢 誰跟你是夫妻啊 哎 只要你跟了我 我的公司 房子 車 全是你的 這話 你應該跟一百個漂亮的姑娘 都說過了吧 哎呀 我是真的喜歡你 我對你是真心的 行了 時間也不早了 我要回家了 你回家 回那個 那個老太夫對你不好了家 你沒事吧你啊 這晚 你們 沒有事了 你還知道回來呀 你看看都幾點了 媽 時間也不早了 行了 最近去休息 休息啥呀 給我說清楚 到底去哪兒啊 去朋友家了 又是那個莉莉吧 我不跟你說過嗎 不許你跟他來往 你把我的話大耳邊瘋啊 這是我的私事 不用你管 他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去哪兒啊 媽 胡說些什麼呀 你說人回來了你就行了吧 這什麼東西啊你就知道護著他 在店裡呢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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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哥給我來一句彩票 這次啊我選好的號碼給 劉哥 你怎麼給我整錯了呀 我這上面明明寫的零二 你給我打成零三了 哎那不好意思啊這 我再給你打一張啊再給你 那那這張咋就 這張 這張不算你 哎哎哎 你怎麼能白打一出彩票呢 你小良是咱們老鄰居啊 又經常來照顧咱們生意 這幾塊錢的事沒關系的 哎像你這樣 那我們豈不是要虧本了 哎別別說了啊劉哥 就別為了幾塊錢燒你的和氣 來來來 再打一出 不用了啊 我說就算 啊這張我要了 我再重新給你打一招行吧 謝了啊劉哥 你還拿我當回事嗎你 這不就擠花錢的事嗎啊 咱們呢就當做是做公益事業 說不定還能捉個大獎 中獎 行了吧像你這樣永遠都掙不了錢 你要到哪去啊 別攔著我我找莉莉就不行啊 到底怎麼回事啊 你要我怎麼樣啊 你男子要 你眼裡邊只有你那個媽 你拿我當回事了嗎 這就是你不對了啊 是啊 是我不對 我現在你白打了一株彩票 是我不對 我沒有買老母雞 是我不對 我和好朋友來往也是我不對 總之你們都對 我不對 行了吧 剛和婆婆吵架 夫妻出走 這場突如其來的喜好 讓曹春琦有些激動和意外 尤其是在得知李楊自己經營著一家廣告公司 年輕有為 而且談吐幽默風趣 是個貨真價實的高富帥 有些心動 而李楊經過這次一夜情 很快對曹春琦展開猛烈追求 曹春琦本就厭倦了和劉虹的婚姻 我的寶貝啊 我知道你心裡難過 哎哎哎 千萬別哭啊 哭了就像小花貓不美了 還好遇到你 會逗我開心 你怎麼不早點出現嗎 我怎麼在你面前呢嗎 要不這樣 今天晚上 別回家了 讓我好好伺候你 好 耶 你媽 我要記得沒錯的話 這是你第二次車也不為了 昨晚我在莉莉那睡了一睡 本來要給你打電話的 你手機沒電了 你們怎麼了 好像一夜都沒有睡好啊 當然沒睡好啊 你這個當媳婦的徹夜不歸 我們能睡安穩覺嗎 我 我昨天 是我的 你別忘協定去 我的媽 也商量好了 我 一直都喜歡你 所以呢 過去的事情 就讓他過去了 柳紅 你別不高興 正好媽也在 有件事 我想跟你們說 你什麼都別說了 你 我中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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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大獎了 你中獎了 你中了多少 你中獎了 五百萬呢 我們有錢了 我們有錢了啊 春齊 劉鴻說的是真的 真是老天眷顧我們劉家呀 對了老婆 你剛才說 有什麼事兒要告訴我們 哦 我 我想說 我一定要報答你們的安琴 我一定會給你們劉家生個孩子的 春齊 你這就對了嗎 以前呢 都是媽錯怪了你 你別往心裡去啊 你到底怎麼樣 這兩天 是能不接我電話啊 沒有啊 公司事多 李洋 這段時間你不在我身邊 你真的發覺我越來越離不開你了 我已經想好了 我決定和劉鴻離婚跟你在一起 你開什麼玩笑啊 我沒開玩笑啊 我之前不是跟你說了嗎 我現在公司遇到了困難 資金特別的緊張 你差多少 我幫你 逗我呢 你身邊有沒有律師朋友啊 我說你今天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了 劉鴻 劉鴻 他中了彩票五百萬 我想我跟他離婚的話 我也能夠分得一半的財產吧 你你說什麼 劉鴻 中了五百萬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那彩票扣了稅以後 應該有四百多萬 所以這兩天 我才這麼著急的跟你見面啊 你知道的 我對他真的沒有感情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親愛的 我知道你對我的心 我心裡又何嘗不是煎熬呢 要不是公司出了問題 我早就把你取進家了 我根本不在乎你有沒有離過婚 你說的是真的 當然真的 啊但是你現在 千萬千萬別激動 你想啊 劉鴻現在有五百萬 你是他老婆 就算你倆離離婚 你最多最多只能分兩百萬 那萬一他婆婆再送我他兒子 把身上的財產轉移走呢 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咱按兵不動 等到後面 咱把他的錢全部搞回來以後 才再給他攤牌 可是劉鴻他媽不是那麼好騙的 怎麼可能 那麼輕易得到那幾百萬 哎呀 照你這麼一說 我還真想跟那老太婆過過招 厭倦了平庸丈夫的曹春琪 得知丈夫中了五百萬之後 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瓜分兩百萬共同財產離婚 而他的情人李楊胃口更大 拿起了金吞這筆意外之財的主意 哼我就不信你不中 小零我告訴你啊 你看我的樣子 你說我會不會中獎 哈哈 就是我以說啊昨天就兩個數字 我寫錯了我就沒中獎 今天我改回來我就一定會中 對吧 我會中了會中的哈哈 慢走啊老心嗯走了 劉哥 再給我來兩隻繼續 小亮 你不是中了二輪獎嗎 怎麼還買呀 別提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那媽 之前上次中的那二輪獎 全被他帶給我拿去買新房了 搞得我現在身上一個籽都沒有 我最近啊 跟著 沒有 這吃飯看電影的都得花錢 來來來 再給我來兩次 沒準啊 這次我一等獎 行 來 來你的一等獎 剪輯銀啊一等獎 行慢走啊 你說 後等怎麼有孩子 這個家 才算是一個真的幸福 你怎麼會這樣 該來了總會來的 現在咱們最主要的是努力掙錢 你看你 你越來越勤快了 這幾天 你都在店裡幫我的媽 哎呀以前呢 是我媽看錯了 哎呀誰家沒個磕磕磕的呀 呼籲過後總會見彩虹呢 哎呀這醫生 能夠娶到你家老婆 你現在是 你在這看著 我到那邊 嗯 怎麼樣 老太婆答應了沒有 哪有你想的那麼容易 那老太婆經著呢 我也想好了 乾脆我就跟他離婚算了 反正也能得到一半的財產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啊 你先別著急啊 我再想想辦法 還有什麼辦法呀 他 不是 哎 哎你怎麼了啊啊 不舒服啊 哎呀不知道 你 你你不會是 你這兩天 那個來了嗎 難道我中獎了 你要當爸爸了 是不是我的呀 你說什麼呢 這孩子不是你的是誰的呀 我自己的身體難道我不清楚嗎 不是不是 老闆你別誤會啊 你我的孩子我當然高興了 不是現在我懷孕了 肯定瞞不住了呀 不行 我必須馬上跟劉洪離婚 不然的話我連一半的財產都得不到啊 我告訴你寶貝 這個孩子來著太是時候了 這四百萬都是你的了 你信不信 你不信 不不行 這要被知道了我就死定了 跟你說嗎 最近公司的資金鏈斷的很厲害 幾個大客戶都流失了 這人工成本也不斷上漲 我的員工都走了好幾個了 生意不好做 可自從遇到了你 我就想把我所有最好的給你 所以我已經想把公司做大做強 但是現在公司這種狀況 我總不能讓你跟我一塊受苦吧 好好好你別擔心了這不由我嗎 就按照你說的做吧 鮑威兒你太好了 有你這句話 咱們以後的幸福日子不遠了 哎但是之前你得委屈一下 什麼我是你的女人 你居然讓我做那種事 所以我才說讓你委屈一下嗎 捨不得孩子套不著狼 為了咱們的以後 你就忍忍 老公 老婆你怎麼穿成這個樣子 怎麼啊不喜歡啊 當然喜歡啊你穿什麼都漂亮 那我美風里呢 今天我去醫院了 去醫院了 生病了 你怎麼不告訴我一生我陪你去啊 哎呀行啊 他也不是小孩子 那自己去趟醫院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呀 醫生說 我懷孕了 什麼 春琪你剛才說什麼呀 你懷孕了 這真的嗎 當然啊 老婆 你真的懷孕了 嗯 那太好了 媽 你看見沒 春琪啊 蒸氣了吧啊 現在呀不用考慮咱們的相互問題 哎呦好好好 哎呦 春琪啊 媽就知道你是個懂事兒的孩子 哎呀真是菩薩保佑啊 菩薩保佑 哎呦我們劉家 總說是有厚咯不想保佑 哎 春琪 把您的體驗報告給媽看看呢 啊 好啊媽 我馬上去拿給你看 報告有什麼好看的呀 這麼大的事情 難道春琪她會騙我們 行了吃飯吧啊 吃飯 也是啊 哎呦你看我激動的都忘了 哎呀不看就不看吧 反正也不是假的啊 我的乖媳婦來 媽給你舀點兒雞湯啊 多吃點啊 哎 這個呀 對胎兒有好處 媽 老太婆真精靈 居然要看體驗報告 還好李陽十分有準 不然萬一看出了蛛絲馬 豈不是情情盡氣了 當曹春琪懷孕的消息被確認之後 劉母再次恢復了對媳婦的 無微不至的關懷 但是她不知道 這意外的懷孕背後 居然隱藏了曹春琪 和李陽的巨大陰謀 媽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麼事啊 就是融資美容院的那個事啊 你看我 我現在也懷上了 將來這孩子要生下來 用錢的地方還多著呢 你說我們就指望著那幾百萬的存款 肯定是不夠的 你知道嗎 我朋友那美容院的生意啊 現在是越來越火了 咱們要不抓緊投資的話 可就晚了 那些 只要是為了我孫子 我這個黨奶奶肯定支持 哎不過千萬別賠了啊 哎呀放心吧媽 走吧 春琪啊 春琪 你可要把錢放好啊 哼知道了媽 哎 你投資的那個項目叫什麼來著 美容院啊 哎呀我怎麼覺得我這性理不踏實啊 你那個朋友靠譜嗎 哎呦媽你就放心吧啊 那千萬可別出什麼差錯啊 行了媽你別想這麼多了啊 走吧 哎 哎伯伯你可算來了 你去到 我都等著你半天了 來來來坐坐坐 怎麼樣 我現在回孕了 不過不允許我出來太久了 就開了邊有五十萬 老太婆給的 怎麼才只有五十萬呢 哪有你想的那麼容易啊 我婆婆經營著呢 這個老太婆 看來我是低估他了 李楊 李楊 你現在我白的是你的孩子 我整天在那個家裡邊待著 我提心吊膽的 我怕有什麼破綻 被他們看出來 我說寶貝 你千萬別說傻話 這我公司現在 不是還沒有多困難嗎 這五十萬 最多有解解燃眉之急 你別貌然跟劉洪離婚啊 不然咱們之間的計劃 不就打了水漂了嗎 那 那怎麼辦 那該怎麼辦 照我說了辦 這段時間呀 你就順著你婆婆的意 給我點時間 我想辦法 把剩下那些錢 全部轉過來 哪有那麼容易啊 這個世界 就沒有我李楊辦不成的事 你先要看到 我不是你 來 阿米 大哥大姐請見 來看一看吧 你們真是太有眼光了 這套房子呢 雖然是二手房 但是之前的主人啊 特別愛心 你看都挺心的 這裡是客廳 裡面有三間臥室 有兩個衛生間 主卧一個 刺我一個 妈 我看这房子确实挺好的 环境也不错 大姐 您这句话说得对 这个现在的房价比较稳定 要是现在买的话就特别的划算 而且你看 装修都是装修好了的 家具什么的都很齐全 你们直接拿上东西 就可以来入住了 最重要的一点 是这个楼盘旁边是一个重点学校 你们想想 你们的孩子要是一出生 不用花高价 就能读最好的学校 学区房多好啊 学区房啊 好啊 好啊 挺好挺好 那多少钱呢 这个算下来大概得九十万出头 要是你们家付全款的话 我还能给你们申请申请 看能不能拿到一点折扣 帅哥 你快带我老公去参观参观 来大哥 我们看看你干什么 妈 这里是富人区 除了这是学区房 咱们将来宝宝 能在这里受到最好的教育 而且在这里住的人 都是非富即贵的 要是咱们买了这里的房子 先不说几年后 这房子会升值 这宝宝有接触的小朋友 都比黎省他们家那些孙子接触的 肯定不一样啊 这叫教育投资和人脉投资 难道你想你的孙子 输在起跑线上吗 你这么一说 好像是有道理啊 房子太贵了呀 妈 今天上午我去医院 和朋友帮我查了一下孩子的性别 是男还是女孩 如你所约 是个大伴的 真的 哎呦太好了 哎呦不算保佑 不算保佑 太好了 妈 这为了这孙子 说这房子 什么还是不买呀 嗯买 妈 哎呃 卧室我看了啊 都挺大的 而且这个房子朝向也挺好 小区的环境呢 比咱们现在住的地方 好了太多了 哎呀 反正 咱们现在那屋子 也住了那么多年了 是 要不 咱们就挺春季的 行呀 反正房子都是个生殖的东西 就当是我给我 未出生的孙子 一个见面礼吧 哎呀 我的孙子 哎呀 哈哈哈 谢谢妈 嗯 老公 妈 哎 那 黄先生拿到了 是吗 嗯 让我看看 哎呀我也看不懂啊 哎儿子 你好好看看 哎 我说了吧啊 他办事了你就放心吧 哈哈哈 咱们呢 就要有新房子住了啊 嗯 哈哈哈 真是辛苦你了 这卡里面买房子的钱 加上上次那五十万 你的公司 应该可以渡过难关了吧 王二 你对我失败太好了 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再待在那个楼家了 为何他发现我没有买房子怎么办 你就放心吧 等咱们孩子一出生 那老太婆肯定对你放松警惕 他要问房子怎么回事 你就说 你就说重新装修什么的 总之啊 你呀 帮我再拖延一段时间 等我想好办法 把那些钱全部弄过来 咱俩不就可以好过日子了吗 你这样做 是不是太残忍了 残忍 有那个老太婆之前对你残忍了 哎我说宝贝 现在可是咱的关键时候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动摇知道吗 哎呀妈 你弄好没有啊奶粉 啊来了来了来了哎 奶粉穿好了啊 哎呀你看你 你孩子都哭了半天了 你怎么哄的呀 哎我的乖孙子奶奶包啊 奶奶给小伟伟奶 小伟乖 吃奶了啊哎 哎呀真乖 哟小伟困了吧 喝完奶就跟奶奶去睡觉啊 哎呀 喂 哎你好 小伟姐 我是房东元志鹏 啊 是这样 我那个家人不是从外边回来了吗 打算长期在这边住下来了 所以这个房子麻烦你下个月帮我腾出来 我要搬进去 实在不好意思 什么 你怎么不提前早说呀 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准备 啊 准备什么呀 咱们合同上不是写的很明白吗 提前一个月告知 我又没有违反合同 呃反正下个月中旬之前 你们就搬出去吧啊 挂了啊 我 哎 哎 哎 到底什么事啊 非得把我叫去了我还忙着呢 出声了出大声了 哎你之前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呀 我给你发信息也不回 我我这不是怕刘家 对你起怀疑吗 再说了 现在你还带着小伟 怕你分心 李啊你可别忘了 要不是我 你的公司能走向正轨吗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是你能不能不要胡思乱想啊啊 行了行了赶紧回去吧啊 你怎么都不问小伟的心 谁啊 我的一合作伙伴 你接啊 喂 哎莫妮卡呀 嗯我这还有点事啊 我马上就过来啊 看到没有 我还等着去开会呢 行了别胡思乱想了我走了啊 哎 说吧 说啥呀 还生气呢 也亲爱的 你也看见了那天我是真有事 我知道 你为我做了很多 那我这么忙 不是也是为了给你和孩子 创造更好的未来吗 哎对了 那天你那么着急找我 有啥事啊 房东给我打电话了 让我们下个月搬走 我现在真的是焦头烂了 反正这个婚我不理肯定不行 小伟也快满月了 这孩子要长大了 万一不跟你亲近怎么办 这事你别着急啊 这不才弄了两百万吗 等我们俩剩下的钱全部弄到手之后再说这事 你说什么 你还让不让刘洪和他妈活了呀 我已经瞒着他跟你在一起了 还要跟他离婚 孩子也不是他的 我这样已经够内疚的了 你还要让我把他所有的钱都拿走 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你什么意思 我问你 你是不是对那个姓刘的余情未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就算没有感情也是有恩情的呀 现在最主要的是你要赶紧想办法 不然那个房子的事就真的穿帮了 行了 这边还有一个月呢吧 想想办法 好 我现在要去 不在你 坐 不在你 回来 就过去 妈之前说过 等你生完孩子 我把家里的财政大权 全权有力负责 你看 小伟现在都满月了 妈今天有点事 明天吧 妈把存质和银行卡 全都交给你 从今往后啊 你就是我们刘家的 真正女主人 这些钱你都要好好支配 知道吗 嗯 妈 你不说了吗 明顺家要搬酒席 你去吧 我来照顾小伟 那也行 那你好好照顾小伟啊 我吃完就回来 好 你去吧 心思单纯的刘虹母子 根本没有识破 曹春琪和李扬的骗局 主动地交出了 家里的财政大权 计划如此顺利 让曹春琪和李扬 变得得意忘形 哎 他们都走了吗 我跟你说 办法我已经想到了 啊 当面跟你说 我电话里面说不清楚啊 你咋哪动啊啊 哎呦我哎不好意思 没张眼睛呢怎么走路的 哎你个老太婆 我不是跟你道过歉了吗 道什么歉啊道 哎春琪你别挂啊 春琪你别挂 碰个有病老太太 春琪 哎呀 来啦 哎呀 這房子不錯呀啊 寶貝 有眼光哎 我說你膽子是不是太大了 還好我婆婆去吃酒席了 你看看兒子就趕緊走吧 有什麼事咱們改天再說 萬一劉鳳他突然回來了 那怎麼辦哎呀 你家那個姓劉的呀 晚上不到十一二點怎麼會回來 他趕回來我的 打死他 哎呀行啊 你趕緊想想有什麼辦法 辦法沒有 老闆 你說咱倆都多久沒家了 你就不想跟我 能存一下 爺阿姨 哎從您住這 啊你找誰啊 哦請問曹爺在在家 哦我是他婆婆你是 我是這家的業主 你是這家的業主 對啊 這怎麼可能呢 我們花九十多萬買的呢 阿姨您先別著急 您看啊 我這兒帶的房產證您看一下 你這幹嘛呀啊 還把你帶鑰匙 我這不是 找我 一老闆 二老闆 我這兒 你小心 容易被發現 更容易被發現 都喜歡 哎 就這裡吧 那竟子 啊 在幹嘛呢 快看來 我把鑰匙 啊怎麼踩開門呢 啊媽你不是去吃洗酒了嗎 怎麼回來了哼哼 哎媽媽你叫什麼呀 哎媽你這叫什麼嗎你 你這是幹什麼呀幹什麼 哼 媽媽媽 好啊果真是你啊 不是你不要臉的東西 哎哎你唱你幹嘛你 別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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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你別打我你不要臉的東西 我怕什麼你說你到底是誰 啊你不要臉的東西 啊你趁我們不在家 你帶這個野男人回來 不是的嗎不是那想的那樣的 你接受 我我兒子真是想了也怎麼取了 你這個狼心高飛的東西 你算盡我們留家好欺負是不是 我沒有 我沒有 這房子明明是足的 你騙我說是白的 你就是我拿就是我拿你個瓶子 老太郭 你打一巴掌就算了 你呢 現在瘋了呀啊 我們這對高男女啊 會騙我們劉家的財產 早春期啊早春期 挺沒良心的東西 我們劉家對你不保 你你怎麼跟小偉交代呀 交代 交代什麼 難道小偉他爸 我來看小偉他媽 也需要交代 你說什麼 小偉他是我的孫子 他是我的孫子 他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他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滾你滾 哎老太婆 你別激動啊 小偉大有氣死怎麼辦呢 我的話 還說的不夠明白嗎 小偉 是我 跟春奇的兒子 跟你兒子沒有半毛錢的關係 別說 但是我還得謝謝你給我養兒子啊 你們兒子根本就配不上春奇 老太太 表面上你比誰都精 比誰都聰明 但是我告訴你 你他媽的比誰都蠢 請問你別說 你趕緊給你吧 我說我說錯了嗎 你們說了 要 我的 你幹嘛 你瘋了 要是讓你老公知道 咱們的錢還要不要了 你這家就會屬人命的 你按一下 情得狠一點 你怎麼動啊 不行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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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亞怎麽辦 媽 我都在心心 媽 媽的心心 媽怎麼來了啊 人體熟識了呀 媽媽他突然心臟病發了 現在正在搶救呢 你上來好好的嗎 你們是病人家屬吧 對我是他兒子 對不起 我們盡力了 金姐 哈哈哈哈哈哈 你還我的命啊 媽媽我不是公兵的 要是把藥給我了 我也不會死 我讓你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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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做我夢了 我 我孟她媽了 李陽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現在天天夢境我婆婆 等劉紅心情好了一些 我就跟她離婚 咱們就可以一起過完好日子 知道如今您怎麼還在想這些 我現在想的是怎麼能跟他說清楚 早點離開 乖了 哎回來了 你上了一些 你跟誰打電話 沒有啊你聽錯了 啊我有點事那先出去一下 你 李楊咱們束手 明天我就跟劉去辦離婚手續 咱們帶著小偉離開這裡 你開什麼玩笑啊啊 我剛跟我朋友把新的公司成立了 最近教訓還不錯你就 現在咱們趕緊把那個姓劉聲的前 騙你 反正他就是個傻子 他已經夠可憐了 婆婆走了 我要跟他離婚 孩子也不是他的 他真的已經夠慘了 還要把他最後的前演拿走 這麼殘忍的事我做不出來 而且 你要不是我們 婆婆也不至於搶救不過來 別說你老太婆 那天是他自己做死 我們能把藥給他呢 給他我們不就死了嗎 現在最要緊的是 是想想怎麼把那個傻子的一百萬騙到手 曹春齊 真沒想到 你居然是這麼讀謝心腸的人 我真的是嚇了眼了 別打了 你們怎麼打我 別打了 你個傻子 騙了就是你 別打了 讓我 對不起 對不起 劉鴻看著眼前的妻子 已經無比陌生 既然事實已成定局 他最終選擇和曹春齊辦理了離婚手續 而曹春齊因為內疚離婚的時候 沒有再要一分錢 而劉鴻沒有在追究曹春齊私下挪走的錢 但條件是留下小尾 可曹春齊並沒有同意 他打算找李楊商量孩子的事 可真正等待他的新生活 竟然是 是誰啊 您怎麼會在這裡啊 你是誰 我是李楊的老婆 你是李楊的老婆 你是李楊的老婆 我是誰 李楊 你幹嘛 李楊你快出去 放開我後去 李楊 誰呀讓媽媽睡覺了 楊洋他是誰 楊洋他是誰 莫妮卡 他就是我一朋友 這樣 我跟他有点事說 你還正如 你說你找到我這兒來幹什麼呀你 李楊 你居然背著我找狐狸精 你太過分了 什麼狐狸精啊 大白天的胡說八道 我給你結婚了嗎 我是個男人呢 我也有需要是不是 我真的沒有想到 你居然是這種人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嗎 難道你忘了 我是為了誰才變成這個樣子的 為了我行了吧 我讓你離婚了嗎 我讓了嗎 是你自己要離婚的 還別說那些了 你是不是沒地方住了 只要你表現好一點 我可以收留你幾天 收留 你不怕躁天打雷劈嗎 你知不知道 小偉現在生病了躺在醫院裡 你怎麼能不管不顧呢你 你晚上 哎呀行啊 你同時跟兩個男人有關係 不過那知道超偉是誰的腫子 我告訴你啊 想住這可以 在不妨礙我的生活之下 你可以住幾天 至於小偉嘛 管他的呢 我也不知道他是誰的孩子 反正呀 莫尼卡給我再生一個哎呀 哈哈 真的是瞎了一眼 就不敢生你 啊 啊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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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春琪機關算盡 沒想到自己竟然只是李楊利用了一枚棋子 萬念聚會的曹春琪殺傷了李楊 被捕入獄 他最後悔的是自己遇到了劉洪 卻不曾好好珍惜 你的事我都聽說了 但是我決定 還是來看看你 對不起 過去的事情 都過錢了 你自己在里面 好好改造吧 我知道 你現在最放不下的就是小偉 我去照顧李楊 他根本就不願意照顧這個孩子 和孩子他是無辜的呀 以後 小偉就跟著我了 不過 你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孩子的爸爸 永遠就只有一個 那就是我 我希望 你永遠不要說出事情的真相 你永遠不要來找我們 因為 我不知道 怎麼告訴孩子 你的過去 我答應你 謝謝 我膽子 你 我 你說 你 你 不是